STARLINER STARLINER LUNCH DIRECTOR YOU HAVE PERMISSION TO LAUNCH 美国破音公司和太空总署NASA 合作开发的太空船 新建飞机STARLINER 再度尝试送太空人上国际太空站 没想到在最后一刻又喊咖 2-4分钟 3-2-1-355 LC switch not ready 两位NASA太空人都已经准备好 迈向浩瀚宇宙 结果星际飞机的电脑控制系统 在发射倒数3分50秒时 触发自动终止指令 STARLINER 你应该不会听到任何事件 两名太空人从太空舱中出来时 可以看到他们的脸部表情 都有点兴兴然 其中一位还抬了一下眉毛 事实上破音星际飞机 已经四次因不同因素 无法顺利升空 破音预计将在6月5号或6号再度试射 不过另一个被取消的太空之型还有它 日本富豪谦泽有座 早在2018年就和SpaceX签约 要在2023年搭乘星舰太空船环绕月球 还在2022年底发起海选 选出8人一同登舰绕月 其中包含南韩天团Big Bang成员TOP 只是谴责的太空旅行终究没有成型 他在IG线动上宣布将终止Dear Moon计划 只说这是星舰的开发问题 不知何时才能升空 只好无奈取消太空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